一吸的时候就是有嚼到异物 我就嚼了一下 就是我以为是珍珠 但是口感不像珍珠 怎么不像 就是有点像一米啊 就是不是QQ弹弹那种感觉 我吐在纸巾上一看是个苍蝇 小王点了都可大杯珍珠可可牛奶 价格16块钱 发现异物是奶茶已经喝了将近半杯 他说当时奶茶打开了大概半个小时 一直放在办公桌上 义务应该不太会是从吸管进入的 他通过外卖平台联系了店家 店员给他退了款并打来了电话 因为当时我觉得就是也没有必要为难别人嘛 然后我就说那你给我三倍赔偿好了 然后他给了我48块钱 但是我没有第一时间收钱 因为我那个时候又去吐了 一直都在吐 我想到很恶心嘛 所以我就又发微信给工作人员 我就说三倍的赔偿好像有点敷衍啊 我说我也不要求其他很多 我说那你给我十倍赔偿好了 这样十倍赔偿也就是160块钱嘛 小王说工作人员后来没有恢复他的信息 一位店长给他打了电话 他否认这个事情 他说他们有就是有灭淫的那个措施啊什么的 他说他就不否认是他们的事情 他这样的话言外之意觉得是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我自己把餐饮放进去了 这家多壳奶茶店在宁波海蜀区迎春路上 郑店长介绍 店里有灭蚊灯 您知道的 因为蚊子嘛 虫啊什么的 做餐饮的您也知道 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有 对不对 那如果说用药的话 可能会对我们的食品安全会造成影响 所以我们基本上不用药 我觉得会不会是我们操作过程当中有这么一个 操作过程当中应该是不会的 我们因为我们店你也看到了 我们店很闲嘛 我们店不忙 不忙的话我们做一杯就加盖一杯 做一杯加盖一杯 郑店长表示自己看过小王所说的义务 虽然奶茶已经打开了 但店员开始也同意按照三倍的金额赔偿 结果小王又说要十倍赔偿 那我们以前也有碰到过很多讹诈我们的 确实是有 明天上面才一百多块钱 你让我们赔了我们自己干嘛呢 小王否认存在讹诈诈的行为 他说自己平时很爱喝奶茶 基本上三天点一杯 我都点他们家的 因为他们家就是离我公司比较近嘛 我基本上都点他们家的 我觉得他们一定要就是给我一个道歉嘛 郑店长表示对于这件事情的处理 公司会有专人答复 等到第二天下午专人还没回复 小王把情况反映给高桥市场监管所 后来他反馈 门店工作人员给他回了电话 表示会当面道歉 同时给予十倍赔偿 1818黄金眼镜都报道